你做個貫申員要輕火如瘦 要手上辦到兩個月 你才給你貫申員 21歲的那年 大概是四月多 道長到通經堂 去選拔人才 在選拔人才的簽個館上 就觀音菩薩 我就去見觀音菩薩 這個觀音菩薩給我講了半天道 這個很奧妙 給我講了半天 我講了道長什麼 講了很多 然後我說 你現在你還靡靡自信 到現在不清口 你等到時候 你認為你的環境很好 你認為你這個很好病 認為你這個口福不能夠犧牲 你想想我當中是誰 我怎麼修成的 你比我的話 比我哪點 我常常講 是否性格正確對 然後我說 好 觀音菩薩你示威吧 你不要講 我一定要行 我一定要下領嘴 一定要修道 然後我就給觀音菩薩 爭一彎死了 這一彎死爭過去了 我不想要真的 觀音菩薩腳的蹦刀 這一下 我就不行了 這轉天 這個木作班 轉天到左上去 觀音是要道長 要選八人才 你選八人才 哇 好多太太 小姐都站起來 他們就心口如宿 練習了三個月五個月 要心口如宿 手上辦道 道長說 那拼這兩條院 就給你們辦事業 你們就好好辦吧 那我一看 這個機會難得 今天晚上才關注的指點 今天下午就 道長選八人才 道長一年再選八一次 我就馬上贊成 我就舉手 我說道長自衛 我也要做辦事業 要要吧 現在是送的就要要 說你要要的話 你要親口啊 我是可以 那個妖免人師盤點 不要打下去 我說不要戰爭 這個我就去 下午 下午就親口 我的親口很可憐 中午還吃了螃蟹炒韭菜 還吃了雞 還吃了肉 都有 到了下午就親口 回去就哭起來了 會有人為了我妹妹講 你哭 是不是以後吃了肉哭啊 我不會這樣子 我不會這樣 可是我對媽媽爸爸怎麼交代 我怎麼說呢 快了 我也是很煩惱 晚上的飯不能吃了 那麼轉天呢 我裝了一天有病 裝一天而已了 那麼到第二天 我媽媽說 怎麼回事呢 有什麼病呢 我說我都哭了 媽媽說 那我看你這兩天不太一樣了 你有什麼心思 我說我沒什麼心思 我說媽媽 我親口了 媽媽 你親口了 哇 這一句親口了 媽媽就哭起來了 哇 哇 哭得很痛 很痛苦 我媽媽怎麼樣 三天沒有吃飯 三天沒有吃飯就哭 我也哭 這怎麼辦呢 我說到了第三天 我說媽媽 你老要這樣的話 我只好開災 我只好開災 我會忍心叫你這樣 假設我開災的話 我要下十八成地獄 秒釋放大 太太做起 你要是真疼我的話 你不要再哭了 媽媽一看 好吧 我媽媽很明理的 擦擦眼睛 好吧 我不哭了 你就休息吧 我就知道了 你這一心口 你就要 你就要不結婚了 我說不結婚是很好 我是下一個決心的 那麼 我就跟我媽媽說 你老對關多了 我還有爸爸怎麼辦 我爸爸對我這麼疼我 沒關係 我跟你爸爸說 我爸爸真是靈 所以到現在我是真是趕緊 轉天的話 我爸爸回來 我媽媽父親回來 拿個素菜 叫做這個 我爸爸 我爸爸 叫做這個